那么时间过了一天 补回来 因为今天秋天刚好比较热 所以就感觉好像夏天比较长 那么紧接着 其实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从丽丘到初暑 这是一个月左右 我们说一个左右呢 就代表这是回归制 前后分啊秒又差 地球不够圆 人家非净土 总是前后 因为地球还在 而且还在自转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回归年 我们眼睛看到那个位置 随着你公转 叫这个恒星年 不是转一圈拉倒了 你本身在转 你在转正了你的位置 这个时候才算 这个天热天凉 才更对得上 就对应了节气的这个点 那这个月份呢 还有什么特点 我们看轻轻者上 落落者下 你不是天地分明不很好吗 确实如此 此时你会看到这个秋高气爽 实际上指的就是它 在夜晚 重行捧月 看着十分皎洁明亮 那么白天呢 当你有云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天很蓝 云很白 分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我不过七月十五呢 而过八月十五呢 有些人就笑了 这个七月应该阴的都来了 此时人这个天地两分 还没有习惯 这种状态 然后呢 这个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点热 都有一定的原因吧 反正古人就这么定了 也没有究竟这个问题 目前 那么又说半 它这个节气呢 是在这个 有的是从冬至 有的是从大雪 包括这个 甚至大寒 所以有不同的点 因为斗转心一样 这个问题还要再究竟 我们先不说 说这个挂呢 整体来说 也说了好跟不好 但是一看到不屋子 就认为整体不太好 确实如此 就说这个清清着上 它上已经在最上面了 还要再上 还下去 这就两极分化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所以感觉大环境就有问题了 那君子呢 就 不太好了 只能退手 回归本道 所以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时候 上面君子 下面君子 它角度不一样 其实都对啊 我们先看这个初六 这个 八摩如 以其会真 吉亨 这个就很有意思 跟前面这个太挂 只差了一个字 这个以其会 这个要真 真呢 指的就是这个昆挂的 利用真 你永远不忘了 忘了自己是这个昆 所以你就实在不懂的时候 就看这个昆挂的药丝 甚至他在用九 用六 哎 就够了 你人生就 就学这么一点 不要再细节问题呢 能定性的不定量 然后包成小人机 这个大人匹 这个时候 那个机中且正 怎么又不好了呢 因为整个环境不好 你这显得当位 所以 又又中正 就不太好了 你前面这个呢 你还有点问题 出了问题 连根拔起 扼杀在摇篮里 这个阴的 阴的总是物质嘛 现在人 太注重 这个反而不好 那么六三呢 再包修 这怎么也不太好呢 他离这个洋洋太近呢 就有同流合污的像 因为整个环境不好 上面风气肯定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 就一样颠倒了 具体的还有在原因 我们说这个 有命无救 抽离指 九四 这个三多凶 也是一个原因 四多巨 他必须要听命九五的 实在他有问题 那九五 你就说 是不是好好好 我不做就是了嘛 总有一些办法 你要真正要团结 下面这个 才显得 你这个 能够顾民情 实在 从西之末节问题 着起 你如果 看成这个 上面君子 就是说 以前很好 但是到了上面 人就飘了 然后轻辟轻辟 这个 就感觉到 马上要灭亡了 你这个时候 再不注意更完了 所以 所以 感谢 感谢